你为什么要来天天看男生呢 想长粉吧 你有什么魅力能够征服 帅 那你长这么帅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恋爱啊 四次 是别人甩你多还是你甩别人多啊 甩我多 今年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目标 没有吧 我求你了 你能把一句话讲完吗 他 睡觉的时候 喜欢 如果我睡 你的 给我的感觉 应该有个吉他 可是你没有 你的 才能是什么 唱歌 其实我是参加快乐男生之后才学了唱歌 他是这里唱最差的 那是陈丽他想要的 他的唱歌现在不怎么样 如果要是从比赛角度的话我肯定是不服的 不是很稳 但是我替他感到紧张 我替他感到紧张 其实他被选禁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人对他的质疑 他比较封闭自己 内脸 是不是自愿来参加 最后一位是赵英博 确实是在技巧方面欠缺很多 也不够打开 但我总觉得赵英博跟我有点像 就是误打误撞的站住了一个位置 然后误打误撞的竟然有这么多人认可 我觉得既然世界给你这个位置占一定是有原因的 感觉自己还是可以拼一把 他就唱一句我唱一句 他一直是有在进步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看得到 慢慢从一个不喜欢唱歌 然后开始负责 慢慢不讨厌唱歌 会用心去唱歌 对只有一个过程 赵英博不会像的相信 赵英博今天唱歌是有进步的 我挺看好赵英博的 我今天听到他的现场 我觉得他唱功长进非常大 最难的地方记歌词 我记性不好 怕唱不好连累他 他真的投入进去了 进步也蛮大 学习速度也变快了 先说去吧 他一个人 我觉得他很好连累他 真的好棒 这晚有多少的一个人 没拍 不够能练一半 还已经用完 我不孤单 孤单只是不够孤单